2月17日日本新型主力火箭H3的一号机发射未能成功 所搭载的地球观测卫星无法升空 据南日本新闻报道 在当天晚些时候召开的记者会上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H3火箭项目经理港田框石哽咽落泪 综合报道内容及记者会直播视频 会上有记者向港田询问对发射作业已被中断一事的直率感受 在回答此问题时港田一度说不出话来 用手擦拭眼泪 回答问题时数次哽咽 港田说道 项目所有方对今天翘首已判 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发射任务 我感到抱歉与不甘心 被问到发射是否为失败 港田回答说 失败有很多种定义 在这种倒数阶段停止的情况 我们视其为中断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GAXA和三菱重工工业公司 17日在鹿尔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 未能将日本新型主力火箭H3的一号机发射升空 所搭载的地球观测卫星无法升空 据GAXA透露 虽然主引擎点火成功 但辅助的固体火箭助推器未能点火 今后将调查详细原因 政府相关认识称 正协调在一两周后再次实施发射 报道称 日本计划参加美国主导的探阅计划等 下一代太空开发项目 并拓展卫星发射商业活动 起到核心作用的新型火箭失败 将对日本的太空战略造成打击 报道提到 H3火箭一号机最初计划在2020年度内发射 但因新开发的LE9引擎故障而多次推迟 于去年10月响型火箭艾普斯隆六号机发射卫星失败 存在关联 不得不更换部分零部件等 开发工作困难重重 H3未来还将被用于JAXA新型无人补给机的发射 为国际空间站和美国主导的绕越基地门户运送物资 欢迎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